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Peter May跟Peter一起赚金 带大家来看市场上还是最火爆的消息 那这个消息就是OtherSide他们发了一个新闻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OtherSide新闻以及 这个走势怎么样 我们带大家来看 请大家来我推了大家推了重要的推了 这边我们现在办PFriends 白名单的抽奖 那请大家来follow我 然后加入我们Discord 那我们这边白名单持续的送出 另外就是 刚才的话其实Dutch Auction这边OtherSide他发了一个推就是出来说 Dutch Auction其实并不是Dutch Auction 他们其实直接卖305 305个AppCoin 305AppCoin如果现在市场上是20左右的话 等于是2亿吗 就是跟我们之前预估的其实差不多 那么所有的Youtube都跟一届不是财务分析也不是财务建议做自己的研究控制好风险 我们来看FlyFinance FlyFinance 这边你可以看到整个市场的现状状况是有量 但是大家持续把单拿出来卖 然后甚至价格持续是下调当中 你看除了MAYC跟MUMBER 然后BYC几个大最大是持续往上走之外 大部分都是在小回 你看都是小的回档 不然是ChromeX小回档 Azuki也是小回档 Azulos小回档 MiBip小回档 KuCat小回档 这边直接都是小回档 反正在这 这些无聊猴的家族们没有什么样的特殊的反应 所以这样看起来似乎 MiBips跟KuCat在这一波里面并没有一定得到百名单 似乎已经是没有百名单了 你看RK前两天发布了新的消息之后 还是KuCat 这是Willy他们的GO在RK里面跟大家玩 他们有个demo出来 demo出来之后价格稍微就回到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昨天的整体量10800万 还可以 前天10890万 昨天10840万 稍微持平 我觉得这个地方 今天就看今天明天这两天无聊猴地发出来的话 整个市场会变成怎样一个状况 真的 我们来看OtherSide OtherSide的推推 OtherSide推了3个小时之前讲说 Dots Auction actually bullshit The otherSide sied would be sold for the fly price 305 305 OーQuin 305 O-Quin 现在 21 22吧 22将算也差不多是两个意思 这边其实就讲 他们这个其实 你看 We'll hear from the community We owe a lot more time Users to prepare KYC 所以他们还有另外一个 Starting 9点 9点 这美东时间9点 4月30号 那其实呢 It's not begin until 9点 It's food 它是12个小时之后 It's not begin until 9点1T 所以差不多 他这个三个小时之前发的 三个小时之前发 他讲说这个大概是 大概还有12个小时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outher side discord 在discord 他除了4月16号 第一个发出来 跟大家讲说4月30号 这个美东时间12点之外 那他这边刚才又发了一个 这个GDOTCH Auction 就跟Twitter其实是一样内容 我们看一下市场 市场比特币3万9 以太2,900 这市场差不多在这个地方盘整 我们看一下 Fcoin我昨天晚上在推的的话 大概22块多 左右跟大家讲说要小心 这边似乎有一个回档的迹象 我在这边发一个推出来 那之后持续往上拉 其实我大概预估到25以上 其实到达到达我们的高点之后 最高来到27.59之后 他这个地方在凌晨5点半是最高高点 然后现在回到在21左右 如果你来到我们来到 Trading View Trading View你可以看到 我这是我其实前天就画这根线出来 我跟大家讲说预估大概是25.46 25.46其实这就完全就是达到我们的目标了 这其实达到我们的目标之后 现在在一个回档的状况 我觉得这也是OtherSite他发出一个信息之后 大家都知道说OK 其实在应该是发出退之前 你看这两个小时发出退之前 就大家看到市场这个状况 在29号凌晨4点钟 我们这个昨天大概在TwitterSpace里面 跟大家聊到就讲说 大家预估这个可能会提早一天之内 就会出现高点 其实29号凌晨就出现高点了 原本大家预计在30号 31号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跟其实开图一样 一定是在开图之前会有高点 那这个在预售发售之前会有高点 目前为止 如果看小时图 现在从高位回档的第6小时 123456 第6个小时 这边持续会回到什么地方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它是20左右 这边是有一个支撑点 20.5是原本我们这个要突破的 原本我们要突破这个压力 因为下面一个支撑呢 这应该会有一个支撑位 支撑位之后 他这地方会在往上走 那我们现在看 如果你看到15分钟的话 我们看15分钟图这里 目前为止这里就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盘整啊 大家看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最早画这个图 我们给大家画一下 最早我们画这根 出来的时候 其实这里是跟大家讲啊 这有一个在20 这是我今天跟大家画在这里25 原本是跟他讲25啊 但是我这根其实是花25.5 市场认可是25 但我这边我们是说画这也是25.5 其实所以等于价格是到了我们的预估价格 如果大家之前 如果你放Limit的单在25到 甚至也是24.5都ok 如果大家就跟我 就是依照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如果你放一个Limit单在24.5 对不对或24 那基本上这都ok 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地方 他在这地方回啊 对不对 这个地方上去之后 他一定会回 他是会在那边盘吧 往上往下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要看无聊猴发售之后 整个这市场状况啊 目前为止我觉得 在这个地方之后他有机会就是20到25 直接在这边盘 我觉得他会在这边盘 在这边盘会盘多久 然后后市的话暂时我这地方的话就是会比较 open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有需要 买地的朋友的话 那就是大家只要看着办 那如果没有要买地就是光炒的朋友 就会在这边盘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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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